一个好的营销广告活动能让产品宣传更有效 比如吊单杠100秒能拿100美元 跑步速度达标送跑鞋等等 所以本期大可看机闻话题 5个最有趣的广告活动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吊单杠 两分钟听起来并不长 似乎一下子就过去了 如果能坚持在单杠悬吊100秒 就可以拿到100美元 你可以做到吗 这下酒吧推出了这项挑战 吸引了无数人的前来 一旦上杠计时就开始了 必须一次性吊勾100秒 否则就算失败 虽然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能完成的人非常少 还能给酒吧吸引了不少人气 不得不说这个营销可真结了 活体广告 广告牌一般都是海报 或者可以播放的屏幕组成 为庆祝古墓丽影崛起 在英国推出Xbox找了八个忠实份 站在伦敦岛一块巨型户外广告牌上 24小时不能动弹 观众都可以在两种恶劣的天气里投票 给选手制造困难 比如大风或下雪 这个挑战不容易 但是把真人Play放置到户外广告牌上 算得上是创新之局 2015年三星为了推广自家手机快速充电技术 于是决定找路人参与活动抽取手机 关于活动规则并没有告诉人们 参与者在火车站和沙滩上等待 期间火车站的队伍要一动不动 指向玩具鸽子 而沙滩上的队伍则要一直摸着玩具 就这样两队人员执行了20分钟后 有人开始放弃了 没想到第一个放弃的人竟然得到一部崭新的三星手机 原来这个广告活动传递的信息是 等待早告透了 这就是快速充电功能的新口号 跑鞋广告 运动鞋品牌热衷于各类跑步挑战 尝试各种辛苦的玩意 而瑞布在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 步行街的户外广告中 安装了一个速度追踪器 来计算行人的速度 只要有人速度超过17公里每小时 就能获得瑞布最新的运动鞋 甚至还有人穿高跟鞋挑战 实际上只要你跑步超过283米每分钟 就能获取一双运动鞋 成功的人还是不在少数的 詹姆士邦德宣传活动 在2012年的詹姆士邦德主题宣传活动时 该公司承诺将免费赠送独家轮票 随后发起了各种活动 一开始有音乐家在比利时火车站演奏小提琴 如果游客在自动售货机上购买了可乐 那么售货机将会显示70秒内 到达6个平台的任务 期间有许多阻拦者参与 包括慢跑人员 牵着狗狗的人和鲜花销售商等等 直到最后唱出邦德主题室 就可以获取免费门票 那么大家觉得哪个营销广告最有趣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